我这个1000块钱不到 900多 大概156吧 大概1300吧 不算很贵 我这副 3000多吧 一副眼镜3000多啊 法国进口 也还好吧 作为一个戴了十年隐形的人 我实在无法理解 一副眼镜为啥卖得这么贵 许多人说眼镜是个暴力行业 那么今天我就去中国的眼镜之都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 丹阳一个江苏省的县级市 承包了中国70%的眼镜产量 每年生产眼镜四亿多幅 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回答两个问题 一 为什么眼镜卖这么贵 二 如何挑选一副性价比高的眼镜 Let's go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先来到了当地一家比较大的眼镜工厂 和他们的老板聊了聊 二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 一个镜片在工厂里的成本可能就几十块钱 但是它就是到消费者手里 它就变成了几百块一副的镜片 那这个利润它是怎么分配的呢 在工厂的源头 它的生产的成本和销售的价格 毛利率基本上在30%左右 到消费者手里 其实它不是镜片了 它是一副眼镜了 那它的整个演变过程 它的服务技术 所有的包含了这个副价值 它是要另外去计算了 这是一款市场价400元的中低端镜片 而想要生产它至少需要十几道工序 简单的说 先是将液态的镜片在模具中固化 再将镜片从模具中分离出来 进行磨边和清洗 随后放入机器进行第二次固化 确保镜片的硬度和强度 之后再用这台价值100多万的机器 给镜片镀膜 最后再在流水线上进行包装 像这样一副镜片 出厂价在100左右 一套工序下来的生产成本 大概在60到70元 厂家能赚30元左右 然而去除了运营成本之后 净利润也就在8%左右 而更多的溢价是在销售环节产生的 一副眼镜交到消费者手中 一般要经过工厂、经销商、眼镜店 这三个环节 而近几年的物流产业发展 让经销商逐渐失威 很多工厂开始直接给眼镜店供货 然而即使少了经销商 眼镜店的毛利率依然高得可怕 甚至能达到300%以上 但是如果仅凭毛利率 就判定眼镜是暴力行业 未免有些太扫帅了 为此我们走访了当地的一家眼镜店 一个商铺 要请到个四五个这样的员工 他们的工资差不多要一个三万左右 然后加个房租平均下来 也要花到四万左右 还有这个税收 这个直接是费得拯救 这样拼出来差不多就要十万左右 按照每天卖十副来算 金家一百的眼镜 需要卖到三百甚至四百才能盈利 而且这还只是二三线城市的标准 再加上眼镜本身是个第一瓶消费品 很多人两三年甚至更久才换一副 这样不算的话 一家眼镜店每个月的净利润 也就不到百分之十而已 那是不是卖大牌的眼镜就更赚钱 就比如说卖一副大牌眼镜相当于卖了十几副这样的评价眼镜 这个不是这样说的 一副大牌眼镜 比如说大牌的眼镜 我们的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金价一千我们卖一千多 实质利润也不是太高的 对比一下两千元的大牌镜片和三百的评价镜片 会发现在生产环节 大牌镜片的生产成本只高了两百多元 而它的进价要比评价镜片高九百多元 这部分才是真正的暴力 国际品牌它相关的基础参数 可能就在同样的镜片上来讲 比国产的镜片可能会高一点 高个百分之十 但是它的品牌溢价 各方面的品牌附加值 在零色价格上面 可能就会比国产镜片高很多 比方说国产镜片买三百 它可能也得买八百 我们在网上找到了某法国品牌和国产品牌的价格 可以发现在各项参数都相差很少的情况下 法国镜片的售价要高出一倍之多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消费者 我到底要如何选择一副性价比高的眼镜呢 首先如果大家追求的是性价比 不是很在乎的百分之十的一个性能差距的话 那么我觉得尝试一下咱们的国产镜片 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确定好品牌之后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指标 就是镜片的折射率 折射率越高 镜片就会越薄 但是高折射率的镜片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R倍数会降低 而R倍数降低的后果 就是镜片的色散现象会变得明显 视野的清晰度就会相应的下降 所以我们在选择镜片的时候 不能一味的追求薄 要根据自己的度数 选择一个厚度适中 R倍数比较高的一个镜片 这里我们整理了一个不同度数 对应的折射率参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当然了 还是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焰光时的意见 其次呢 就是镀膜的材质 市面上有许多功能性膜 比如说防蓝光膜 可以阻断短波蓝光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但是也有人认为蓝光膜其实可有可无 因为在自然界中的蓝光量 远多于电脑和手机屏幕 而且长波蓝光对人体是有益的 只有短波蓝光有害 这里我找到了日本学者 Minako Kato的研究报告 发现对于肝眼症患者来说 减少蓝光接触 确实可以有效地改善眼泪的稳定性 所以如果你是肝眼症患者的话 那么确实有必要配一副 带有防蓝光镀膜的眼睛 但这里我就不必了 最终我配了一副带合金镜框的眼镜 一共350元 如果在一二线城市的话 这个价格可能会翻倍 当然了如果你不差钱 镜框还可以用纯钛的 既轻便又耐腐蚀 那么在此之上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压缩一波成本 比如某猫上的线上配镜 在双11打折的情况下 只要两三百就能配一副 如果只看价格的话 那可以说是非常的香了 不过对于第一次尝试 网络配镜的观众老爷们 还是有很多事项需要注意一下 我建议一定还是要 定期到眼镜店去检查 配眼镜 你在网上可以尝试 如有不适就不要再戴了 这副眼镜 大家我这脸上是比较合适的 但你脸上就不一定合适了 对吧 脸上不一样 脸上也有高低 耳朵也有可能有高低 左右眼同距也有可能有差异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天天使用的产品 它的技术参数 合适性程度是要求 严格来讲非常高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此就差不多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实际上最开始 定案这个选集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人说 眼镜这个行业非常暴力 然后非常的坑人 实际上大家之所以这么说 确实是因为存在一些眼镜店 它特别没有职业道德 它把眼镜的价格炒得很高 一副本来卖三四百的眼镜 然后卖给你八九百 然后再给你说所谓的一些折扣 然后最后五六百卖给你 就是它还赚了很多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在每个行业都是有的 我们做这期视频 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价格上的参考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看我们视频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